我跟丈夫聊一聊 你觉得你的老婆有工作吗 没有 错 你老婆正在做着一份 世界上最艰辛 而又最孤单的工作 就是做你家庭的主妇 她在家里要安排什么呢 你听一听 做饭 孩子 她要当医生 她要当老师 她要去当财务 她要当采购 所有繁足的事情 全都抓在手里头 然后还要处理 非常复杂的婆媳关系 很辛苦 为什么说她孤单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不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跟婆媳关系搞不好 她没有自己的工作 脱节了社会上的 一些社交活动 相对来说 在你这个家里 比较压抑的 狭小的环境里头 去整日地在生活 但最最关键的就是 你不给她一种阳光 你不给她打开 这个狭小空间的这扇门 你只是觉得负责 孩子的病 我负责出钱 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家 看电视啊 看手机啊 你是不敢面对 真正家庭里的状况 而恰恰你们这个家庭 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面对的 你的老婆需要帮手 而这个帮手 你责物旁贷 因为你是她的老公 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 拜托能不能 我们站立的挺麻一些 给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一些积极的阳光的东西 好不好 你颓废 你看看你眼前的女人 她很悲伤 刚才老师也说了 她的状态也不好 而你们俩这种状态不好 就共同沦落下去的 别人帮不了你的 你的母亲 她的亲戚 只能说给点钱 给些安慰 但真正的改变和帮助自己的 是要从内而外的改变 你们要对孩子的病 至好是有信心的 你们要对未来的规划 是有安排的 这才是一个家庭 真正能够走下去的原动力 多交流一下 不是说为你多关心我 一点 而是说为我们的家 多做点什么 解决了你们大的问题 其实孩子问题 今后规划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孩子的病没事 好吗 我们只要努力 就能做到这个家庭 很幸福的 关键是不要自己 心里先灰暗起来 自己没有信心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珊娜老师 最可怕的就是忘了初衷 忘了怎么相爱 忘了什么是爱 忘了怎么去爱 其实 我觉得我在说你们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立场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一听到你们 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自己先懵了 确实都很不容易 别说这个肾病综合症 我刚才查了一下 就别说这个病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 那一周都把我和我先生 折磨得够呛 就更何况你们这在九年当中 应该是七年 从两岁的时候 直到了得这个病 七年当中 这么长的一个病程的里程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非常受打击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是理解和心疼你们 但是 谁的人生不苦 谁不是一边 喊着活不下去了 还一边努力活着 我们老说一句话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当你觉得真的日子很苦 过不下去的时候 就阿Q精神 看一看过得不如你们的人 如果你们是消极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 那生活给你们反馈回来的 也同样是消极的东西 但如果当你们 把心态调整到 积极乐观的模式的话 那生活带给你们的 可能也是阳光 丈夫我告诉你一个非常 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在家里面安一个监控 你看一看监控的内容 你看一看这一天 妻子是怎么过的 在网上有一个最近非常火的 一个短片 就是讲了一个 两岁孩子的妈妈的一天 我跟你说 全职妈妈 连一抛屎都不能拉安生 真的一点不夸张 站着吃饭 上厕所不敢关门 关上门孩子就在外面哭 当然你们现在 已经过去那个时候了 可是他就是这样过来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没有工作 曲老师说的特别好 他是一个全年无休的工作 你还有周六日 他有吗 你还能用手机电视逃避一下 他去哪儿逃避 想想女儿吧 生的是女儿 也会嫁人 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丈夫 你以后到女儿的家里面 看到他过的日子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说这么多吧 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图老师 父亲早年去世 本想着找一个能够给自己 如父如兄的爱的丈夫 谁知道找到一个 不太懂事 甚至稍微有点幼稚的丈夫 结果孩子又患上肾病综合症 肾病综合症可能会治愈 但是很难治愈 有高额的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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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留奋 由 anci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说真心话 孩子今天这样 我也知道说咱们全家人都挺努力的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些年真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十几年的夫妻 因为孩子患病 所以情感产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我没有办法肯定地说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身体原因 导致了夫妻变成这样 但是有一点大概是可以给我们思考 面对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理性地去思考 积极地去应对 至于最后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度过这段情感的危机 和生活的危机 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 慢慢去学习 但是有一点 千万不要丧失了 对生活的希望 对幸福的渴望及追求 请开门 赶紧去抱抱他呀 不哭了不哭了 你也得想办法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谢谢 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欢迎订阅 来吧 谢谢两妹请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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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